接下來這首歌,我是非常感動身手 而且我覺得是寫得很好的一首歌 為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處女座的朋友 我是一個處女座 應該是第一位最討厭的星座 但我覺得這首歌是寫的處女座的特質 寫得非常好 也沒有說是否會為甚麼平反 但純粹我覺得大家可以透過這首歌 更加了解處女座的內宿世界 這首是來自林家謙的新歌 也不是最新的首歌 但她剛剛出了《新疊》 其中幾首歌就是《難道喜風處女座》 你的指甲相當潔淨 我肯關注所隨時情 而X光眼睛把你靈魂 望得很透明 就是要說是要他們的尊重 我肯關注自己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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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望你離床 但我肯有我肯有你的指導 明知想這麽多 知識這麽多 幸福都憤怒不多 應該洗秒吧 除非有人 反倒不怕 我擔心到三間半夜 著色的未接受 讓我朝鮮 她怎可遮不了 無缺悶我 朋友再無借 仍然望你離床 但我肯有我肯有你的指導 明知想這麽多 知識這麽多 空風 過分度不多 單身一世過 除非我 不不不不不不 神言之不如 事莫揭助 無謂千世又告結作我 想找人可可 大眾天說 情有情人別跟著我 來手有我肯有 期末我空空 再把我當下不遇 愛無奈 騷不根不不滿了 為愛放得也完 偷住罪可被弄 仍能高貴的 優雅地再一個 我 谁都想计清楚 随着车窗 问心 人水一目光 五点钟漂白 将有人 随起看外面 天气的结果 将有人 梵都太太梦 先拍手 谢谢 你们好可爱 有没有小朋友吗 我在这里住香很搞笑 好耶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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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时间过得有点快 接下来我们 其实就要唱我们今天 最后的一首歌 因为我们还要开始 所以我们就 好开心啊 那我们就唱完我们今天 不准备的歌 然后这首 最后一首歌 是来自王远之记的一首歌 不是它最出名的歌 但是这首歌呢 它是基于一个故事去写的 就是安妮的日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就是一个女仔在二战的时候 他在纳税的集中营里面写的日记 但是他很年轻 十四岁 十六岁 就是因为这个字真 我就写了 那这首歌呢 其实是说 他日记 他写的一些心情 就算他自己在一个 那么黑暗 那么好像没什么希望的环境之下 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一个 我不可以说是否真的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 就是叫做把当下的一个moment 是 要珍惜每一天可以 呼吸新鲜空气 或者明天一早起床 是新鲜空气的一个感觉 那这首歌呢 最后一首歌 送给你们一年之 《黄暖之》的安妮阿兰特 《黄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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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兽 TikSashuus 全彩已多 由甘甘的心接受 尚今一座与梦陀 翻山终于你 如心都孤佑 问人怎么会皱着眉 很好奇点 看看着如意多美 只是尘埃把欢迎掩盖 照今一时无奈 我会不忘 偷听愿无歌 若果明天不再多夜叹 我怕一起会落落 天那样几乱 白龙全彩已高 由甘甘一生接受 尚今一座与梦陀 发散着香气 如心都孤佑 为何得愿万千年火星 不要再问也不想再听 尚今一座与梦陀 遍阴破五港堡 我可不再喝 坚定 明知明天一切都要正 当然不想再要路见 习惯 习惯 继续回望这生 年迹始终的发生 尚未恶恰不得住 留下一几万重新的心 最后一首 谢谢 话不快我们今天在表演的节目 我们就去到这里 预祝大家有个开心的圣诞节 圣诞快乐 再介绍一次 我是阿文在康奥文 这位是Anthony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 觉得我们今天挺好听 想追踪我们 虽然我不是常常更新 可以追踪我的IG MaggieTHM 不用了 哈哈哈哈 他自己說不用又不是我不說 先到這裏 希望大家今天珍珠這個晚上都會很愉快 多謝大家留在這聽我們的演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小朋友很可愛 拜拜 拜拜 拜拜